陆女士说这件皮毛一体羽绒服是今年2月份在商场买的 花了3600块钱 之前没有洗过 湖州清河路上有家贝可因洗衣生活馆 4月19号她把衣服送去清洗 几天后她跑步经过这里 想着顺便把衣服拿了 衣服不见了 然后她老公说不清楚 问她老婆 然后过了两天之后我过来她老婆在 她说衣服拿到其他店去洗了 你拿到其他店去洗了这样子 她说衣服拿来来我通知你这样子 我说我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跟着一下 我心想拿到其他店去洗了 是不是你们喜欢了去修复或者什么 陆女士说当时门店老板娘表示衣服不会有问题 她就只能回去等 4月30号店里通知她来取衣服 她付了35块钱清洗费 后来发现衣服变了样 所有这种羊肛毛的地方全部缩了变硬了 形状你看仔细看 仔细看这里很小 这里很宽缩掉了 然后袖口这里本来是很松的那种 那现在这里都紧掉了 还有皮的地方明显都是黑掉了 就是洗破了那种 就是皮好被泡水了的那种 陆女士提供了衣服原先的照片进行对比 说原先羊肛毛的部分更加柔软蓬松 皮的部分也是浅咔色 现在皮料的颜色明显要深一些 衣服标签写着不可水洗 专业干洗 陆女士怀疑店里没有正确操作 她说之前找过门店 对方态度不是很好 采访时店的人员表示 老板外出旅游了 老板娘随后来到现场 说还是让丈夫来沟通 对于换了一家店洗这个问题 蔡老板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 她表示自己确认过 洗涤方式和操作上都没问题 洗之前也会看衣服上的洗涤标签 此外她提供了两段店里的监控录像 拿衣服的时候 她也是那个袋子拆封 拆封过来 然后看的 她那衣服检查的 看的 然后才付了钱拿走的 然后又过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拿过来说 那个当面看完了拿走的 你事后还过来说哪里不对 你又不是没看了 接小孩了三点半 付了钱走了四点二十分过来的 那你有没有看过 当场拆过 没没办法看呀 看就稍微看了一下 我急急忙忙小孩子在学校里 这个事情我跟她讲过很多遍了 监控录像显示 陆女士取衣服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十八分 她拿出来检查了几分钟 按陆女士的说法 这个时候她就已经在和老板娘指出问题了 但因为赶着去接孩子 到了下午四点多 又拿过来要说法 对此蔡老板表示 有问题应该当面讲清 离店该不负责 双方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陆女士考虑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194年 本来说中管部门投诉 ahl支生